在《甄嬛传》中,我认为,梅姐姐在恋爱和婚姻中的人间清醒,就连女主缓缓也望尘莫及 关于婚姻,梅姐姐明白大胖菊身为帝王,必然不可能与她一生一世一双人 她只需做一个不予百花争艳的闲内住就好 然而心里明白是一回事,真正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 正如梅姐姐对温时初说的那样 人心贪婪,总是进了一步,还想再进一步 所以,当大胖菊把罕见的绿菊全都赏给梅姐姐 还让梅姐姐学习管理六宫事宜时 梅姐姐就对大胖菊产生了爱慕之心 而爱慕之心一起,就难免会产生战犹豫 因此大胖菊胜宠甄嬛时 梅姐姐心中也是有点吃醋的 看到这儿,我真怕梅姐姐日后会因为争夺大胖菊的宠幸和甄嬛反目成仇 好在梅姐姐虽然吃醋,可还是能认清她和大胖菊这段婚姻的本质 通过梅姐姐的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来 她在这段婚姻中,她永远不会是大胖菊的唯一 所以她只希望能够和姐妹们凭借大胖菊的宠爱在宫中屹立不倒 可见梅姐姐虽然也喜欢大胖菊,但她时刻提醒着自己不要陷得太深 大胖菊的那点感情在自己和姐妹的荣辱面前不值一提 而甄嬛就不同了,看过甄嬛传的观众都知道 自从与大胖菊玉花园初相遇以后 甄嬛的一颗心便陷进去了 所以当大胖菊流宿在齐阿尔哈宫里时,甄嬛心烦意乱 当安小鸟初次侍寝时,甄嬛泪流满面 其实对于贫菊而言,梅姐姐那儿的心态可能更好 后来梅韵事件发生后,梅姐姐就更清醒了 看过甄嬛传的我们都知道 梅韵事件乃是华威为了陷害梅姐姐所设的毒菊 梅姐姐本人是无辜的 而大胖菊却没有详细调查 坚定地认为是梅姐姐蓄意甲嬛争宠 重罚了梅姐姐不说 等事情真相大白之后 大胖菊也没有惩罚华匪 为梅姐姐报仇血恨 所以从梅韵事件之后 梅姐姐就看透了大胖菊的薄情与寡性 因此当大胖菊来存菊轩 找梅姐姐重修就好时 梅姐姐的态度是这样的 这里大家注意看 大胖菊本想拉梅姐姐的手 却为梅姐姐刻意躲开了 连大胖菊低头认错 梅姐姐都不为所动 梅姐姐的表现相当于单方面与大胖菊解除婚姻关系 光是这种当断则断的果决 就非比寻常平非能比 如果甄嬛在第一次小产之时 就和梅姐姐一样 从此对大胖菊封心所爱 后来也不至于被存缘故一事件伤得那么深 以上是梅姐姐在婚姻中的清醒 接下来咱们再来讲讲梅姐姐在恋爱中的清醒 关于这点 我更忍不住为梅姐姐拍手叫好 因为梅姐姐虽然看上去是那种传统意义上 恪守三纲五常的大家闺秀 但骨子里却比表面洒涂的甄嬛更具反抗精神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是否还记得甄嬛去了甘露寺以后 面对果子里表白时最初的反应 那时甄嬛明明已经和大胖菊离婚 算是自由之身 况且他对果子里也是有好感的 但他就是不肯接受果子里的告白 只因甄嬛内心被封建礼教束缚 反观梅姐姐就要勇敢得多 虽然梅姐姐自梅韵事件之后 心里就已经和大胖菊已到两断 但在法律上 她和大胖菊还是有婚姻关系的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 梅姐姐都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 坦然接受自己喜欢温时初的事 梅姐姐的反封建精神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梅姐姐还勇于追爱 这里梅姐姐故意制开采月 然后偷偷将温太医配的药倒掉 就是想拖延病情痊愈的进程 令温时初不得不多来看诊几次 从而增加自己和温时初见面的机会 不得不说梅姐姐是懂追人的 但这追爱之路并不顺利 因为梅姐姐喜欢上温时初的时候 温时初还在恋慕着甄嬛 按理说 一般人得知一中人喜欢自己的好姐妹 要么会在无望中变得一直消沉 要么生出度心和姐妹反不成仇 可梅姐姐却还是一切如旧 对待温时初和甄嬛的态度 也和从前没什么两样 只因梅姐姐想得很清楚 从梅姐姐劝温时初的这段话中 我们可以知道 梅姐姐在恋爱中 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爽快人 直到后来梅姐姐无意中发现 温时初也有点喜欢踏实 才有重拳出击 而且丝毫不给温时初退缩的机会 原来 我连个说话喝酒的人 都找不到你 娘娘 我 我生 我生遵命便是 这里 这里温时初原本都要打退堂鼓离开了 不想被梅姐姐的落寞言语所动 心又不忍 于是留了下来 而这一留就成全了梅姐姐的一腔深情 你怎么了 俗话说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梅姐姐正是因为勇于告别失败的婚姻 才能迎来新的爱情 看完忍不住赞叹 梅姐姐真的人间庆幸 失败婚姻 终结者 高级恋爱宗师 这俩称号 非她莫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